《丛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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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来 各位 因为以前我们在理解 我创造我自己的时相 因为 我再强调一次 因为如果你从自我的角度 你是根本无法理解的 因为刚才许诗讲过 第一个自我是片段的 第二个自我是 每分每秒对应外在时相 再來自我常常又是被框架住的 再來自我的設計 自我的設計本來它主要的功能就是面對什麼 外界 眼耳鼻舌身 有沒有 所以内在感官不在自我 内在感官在哪裡 在潛意識跟內我 各位聽懂了嗎 而自我只是內我的最外面那一層 所以當我們在學賽斯心法 你們就慢慢體會了 各位你們有沒有發現 像剛才同學提到賽斯書翻開 慢慢看 慢慢看 開始看不懂 開始想睡覺了有沒有 各位因為那時候你的自我起不了作用 因為自我想抓什麼 外界的跟你熟悉 為什麼你們有些心靈成長的書一翻開 你們就都看懂了 對不起表示那個書很淺 聽懂了沒有 它是寫給你的什麼看的 自我看的 這樣明白了沒有 你現在知道問人賽斯書翻開 想睡覺了嗎 因為它不是寫給你的自我看的 它是寫給你的全我看的 它是要讓你全部的自己開悟解脫 而且你們不但翻開看不懂 想睡覺還有更奇妙的 看了一遍打開翻 複習到看第二遍發現完全沒看過 來有沒有 有 這就是厲害的地方 我知道沒有 你去翻市面上買一本書 最多讓你看三遍 你就知道寫什麼的 你會再看第四遍嗎 你們這一輩子大混的書 你們只會看一遍 沒錯吧 你們這一輩子你們買回家的書 最多看一遍有沒有 有 除非那種莫貝爾獎得主的那種 什麼古典文學 你也不會看第二遍啦 我從高中時代看西遊記 紅樓夢 什麼如臨外史 我就沒看過第二遍的啦 對不對 你們誰看第二遍 除了要考試的教科書 考完試的你會再看第二遍嗎 這都掉了啦 所以你這一輩子 不會有幾本書看第二遍的 賽斯書 我還是要講要不要買 要 每一本都要買 因為每一本 你到二十年後翻出來看 還是什麼 新的 眼睛業障重 聽懂沒有 為什麼 因為賽斯書 他是寫給全我看的 明白嗎 第一個 你翻開就想睡覺 因為很多書 你們一翻到 這個狂喜啊 幹嘛幹嘛 一看就看懂了 那是寫給什麼看的 自我啦 因為自我就是抓 馬上就抓到他熟悉的 有沒有 馬上就覺得 很有感覺 對不對 各位 賽斯書 絕對不是 你裡面很有感覺 外面很想睡覺 然後就像講 看了第二遍 第三遍 再翻開 啊 完全沒有看過 這一句不是之前看過嗎 有完全沒有看過的感覺 這樣理解了齁 所以剛剛講 因為我們在理解 You create your own reality 我們用的是哪一個 自我 好 來 各位我們再回到講 外境及心境 來我先教各位一個法門 你遇到任何的外境 你問自己一個問題 如果它來自心境 來自哪一個心境 這個問題就會讓你離開自我狀態 好 比如說我舉例來講 你遇到一個 不講理的婆婆 好 然後你先生是一個孝子 婆婆是一個 好媽媽 那先生是媽好 你進入婚姻之後 發現自己很痛苦 有什麼 跟婆婆的衝突 老公幹嘛不講話 幹嘛站婆婆那一邊 各位 這是你的外境對不對 馬上問自己 來自什麼心境 聽懂了沒有 你不要告訴我 其實她心境就是 婆婆 溺愛先生啊 讓我造成我的痛苦啊 來各位是什麼說的話 自我 自我說婆婆不對 先生不明理 我倒霉 聽懂了沒有 各位我們多少都是自我在說話 這樣明白了嗎 這種自我要回來問一句話 第一個 我為什麼吸引這樣的實相 第二個 為什麼我會出現這樣的外境 它跟我哪一部分的心境 投射有關 各位我得說 你的自我 不一定馬上會收到答案 但是 因為 你的自我 跟潛意識是相連的 潛意識跟內我是相連的 內我跟你說的轉世是相連的 所以在你的自我裡面 可以得到全我的答案 明白了嗎 是啊 在你的自我裡面有答案 舉例來講 也許你跟你的先生婆婆 在某個前世是三角關係 甚至也許在某個前世裡面 好 你跟你先生在一起 結果婆婆自殺了 但是我婆婆也許是你先生的小三啦 假設啦 好 那這一世 她變成你先生的媽媽 在婆媳夫妻關係裡面 學會化解彼此的恩怨跟仇恨 明白了沒有 這一世她是你婆婆了 甚至她把你過去 你對待她的方式拿來對你 聽懂了嗎 各位你就會說 那我怎麼知道 對你當然不會知道 在哪裡不會知道 自我不會知道 全我有沒有答案 有 今天你會遇到這個婆婆 被這個婆婆這樣對待 一定在全我裡面 百分之百有理由 可是各位 這表示你應該逆來順受嗎 沒有 許醫師說有理由 外境及先進 這位婆婆打我的右臉 就把左臉給她 是這樣嗎 不是 各位明白了齁 就同時你在跟你的婆婆 學習如何相處 同時你這個自我 可以向內找到答案 為什麼這個外境會出現 各位明白了嗎 它代表某部分 你的哪一部分的心境 甚至我這樣說好了 對你的全我而言 它透過這一次外境的顯現 你的全我 在學習什麼 明白了嗎 學習什麼 將心比心 從婆婆的角度 當兒子被搶走了 他什麼感覺 從先生的角度 一個是養大他媽媽 養大他一輩子的媽媽 含辛茹苦的一個女性 而這個兒子 與你共享很多的 後來的成就 財富富貴 他的媽媽 就是苦了一輩子 把他帶大的 各位聽懂我在說什麼嗎 這個兒子 過去是媽媽怎麼樣 含辛茹苦把他帶大的 他對媽媽的心中那一份 感恩跟虧欠 而當這個兒子 有成就了 賺錢了 長得又高又帥了 然後跟你結婚 把所有的最好的給了你 這個婆婆 含辛茹苦的成就她的兒子 把這個兒子做的最好的給了你 你在那邊靠腰什麼 各位聽懂我在說什麼嗎 我說的不是你應該忍辱負重 我說的是 你有沒有真的學會 你把心打開 看到全我的層面 你在學習什麼 各位明白嗎 你這個外境 來自什麼心境 各位 好 這個轉世裡面 在自我的層面是沒有答案的 沒有的 但是 自我遇到外界的困境 他應該要回來找誰 內在 而問自己 比如說 像這個同學 或是 像這個同學 為什麼你們 會有這樣的一個太太 罹患了這樣的疾病 陪著太太走過這些歷程 自我有沒有感覺到很辛苦 當然很辛苦 有沒有 很捨不得 有時候 看著家屬生病 家屬的心裡的痛苦 比生病的人還要 還要痛苦 因為 生病的人他在生病 看著家屬生病的人 你無能為力啊 有沒有 壓力很大 想哭都不知道怎麼哭 那為什麼你會有這個實相 為什麼你會有這個實相 有沒有 他有奧車給住 沒有啦 沒有啦 我真的亂講 有一次我一個個案來 有講到奧車給住 他看著好高興 其實你是說著 徹底的打中他的內心 對吧 你現在也是這麼認為 那個 抱我baby 抱他手斷掉那位 你也是奧車給住嘛 對不對 承認 嘴巴業障重 哈哈哈哈哈哈 把他開玩笑的 哈哈哈哈 我自己業障重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他講到哪裡 哈哈哈哈 我這一個住 我這一個住 哈哈哈哈 我這一個住進境了 對 遇到困境 為什麼會遇到這個困境 所以 自我會遇到困境 是 可是自我遇到困境 他如果沒有一個覺察 他知不知道 回來內心找困境的答案 對 就像自我被恐怖變笑到嘻嘻叫 沒有用 他去找放電影的 後面 各位了解嗎 換一部電影 當自我遇到困境 比如說你們兩位 遇到太太這樣的生病 你就覺得 啊 就住了啊 對不對 就住了啊 怎麼會這樣 對不對 好 那各位 答案在哪裡 在你們的內心 了解我的意思 在你的自我如何往內看 會是一個問題 好 我相信 我這個外境 是來自 內在的 投射跟創造 那麼 我就要問 我內在 投射跟創造的 這個部分的我 要告訴我什麼 來 記起來沒有 外境 對應的什麼 心境 開始問 我內在 引領我 遭遇這個外境 或 形成這個外境的 裡面的自己 是哪一個自己 形成這個外境 裡面的那個自己 是哪一個自己 他為什麼要 創造 吸引 投射 這樣的 外境 他要讓我 學習什麼 各位聽懂了沒有 好 你們要開始問這個答案 只是問完之後 也許你開始 去打坐 或做賽斯心法 心理時間的練習 你們慢慢藉由 丟問題 得到答案 各位明白了嗎 好 比如說 你做生意好幾次 每次都失敗 我被朋友借了錢 也收不回來 不要了會 也被倒會 好 你可以開始問 你的內在 好 請問我這個外境 你要把外境做一下描述 為什麼我做生意都失敗 好 被朋友倒 然後倒會 被倒會 被倒會 再收不回來 我現在的外境 是來自我內在 哪一部分 先進的 投射 蜥蜴 跟創造 是不是內在有一個我 覺得自己 不值得成功 我不相信 我會成功 是不是內在有一個我 其實是害怕堅持的 是不是內在有一個我 相信我是個失敗者 各位了解嗎 好 你們去找 首先把外境 對應出來 列出來 描述出來 問第二個問題 這個外境 是來自內在的哪一個 我的 投射 好 各位我剛講 有些東西跟轉世有關 那縱使跟轉世有關 答案有沒有在求我裡面 有 你能不能知道 對不起 最後你還是能知道 你還是能知道 所以各位 許醫師教你們這個練習 就是邁向全我之路的練習 當你們邁向全我 就是你們開始要 開悟解脫 得自在 得喜悅 得歡喜的 開始 好 你們開始在你們的內在 找力量 找答案 好 比如說你回到家 看到 帳單付不出來 好 要裝潢 付不起錢 好 摩托車破破爛爛 買不起新的 各位 好 你除了說眼睛夜障重之外 有沒有其他的辦法 各位明白了 好 我來問自己 我內在 向外的投射 我這個外境 來自一個內在 什麼樣的投射 是不是 在我的內在裡面 有一個 匱乏的信念 有沒有 我覺得自己 沒什麼用比不上別人 我覺得像我這樣的人 就應該過這樣的日子 各位明白了嗎 在這個外境裡面 要回來看內在 我內在 為什麼 有這樣一個匱乏的信念 以至於我帳單付不出來 以至於我每個月 都被 卡在追著跑 它表示我內在的什麼匱乏 各位了解嗎 我內在什麼匱乏 好 你要開始看 來各位 好 當你們開始看 明天在匱乏了 在自信法最大的不一樣 是 當你看見了 當下就改變 種下什麼信念 豐盛 是的 我是豐盛的 是啊 好 這裡我先講一個笑話 有時候人真的要覺察 要覺察 要覺察 外境及信念的投射 當我在操作基金會的時候 其實 我常常記得賽斯說的 心法 我常常操作基金會 各位 許醫師操作基金會操作得很好 滿 豐盛的 滿豐盛的 他常常把基金會的主任 嚇得要死 比如說台中 你們要交土地 但是不知道什麼時候交了 我就說 那不然 花蓮 再先花個一千萬 買個農地吧 那再次說二期呢 二公呢 二公不急吧 放兩年說說嘛 對不對 可是我不急 他們急不急 急 然後基金會 和嘉義啦 台南啦 買個 不然也是用租的 買個 有利未來的發展 台南嘉義 一千萬的房子 差不多吧 好 買 買 各位 好 最在部分 許醫師 內在 他很豐盛 好 要講個笑話 因為十一月我們不是要去夏威夷嗎 好 那十一月 那根診所跟樓上 賽事館屋要裝修 好 為什麼要裝修呢 因為診所有三間 診間嘛 一間是我的診間 一邊是兩個心理師 好 可是 這個空間利用不好 想要把整間變三間 而且原來的諮商是 隔音不好 想全部敲掉 用隔音好的 好 包括我的那整間 各位有沒有發現隔音不好 好 隔音不好 想敲掉 全部用 好 那個 旅館的那種什麼 陶瓷的還是什麼 都隔音好的 好 然後樓上 那個廣布 有一間要切成兩間 好 那我太太就跟我說了 那這次裝修 裝修經費 你可以不管嗎 我說 你有花多少錢 各位開始緊張了 你有花多少錢 我就突然發現 原來我的那個什麼 匮乏出來了 各位 我就突然開始覺察 為什麼我在面對基金會的時候 我 沒有恐懼 面對 診所跟管顧 我就開始恐懼了 擔心太陽花太多 各位發現 我開始覺察了 原來在那個領域裡面 我還沒有把我的豐盛 弄過來 各位聽懂了 對 原來我某一個部分 是我相信豐盛 可是既然有沒有部分 我不相信 你聽懂了嗎 這就是什麼 覺察 當我開始覺察到了 我就發現 欸 為什麼我相信豐盛 我可以創造成這麼好 各位聽懂了嗎 所以有時候 你們在某個領域 你們相信某個信念 另外一個領域 你就不相信了 這樣聽懂意思嗎 你們某些部分 你們很信任 某些部分你就不信任了 欸 我就開始覺察到 為什麼我在面對 診所要裝潢的時候 或管顧要重新裝潢的時候 我就開始擔心太太花很多錢 然後就開始思考有沒有必要 對啊 然後在面對基金會的時候 我就跟她說 什麼必無必要 是我想不想要 沒有必無必要 然後面對到這個部分 我覺得有沒有必要 各位聽懂了沒有 就兩個不同的標準 好 那是表示什麼 覺察 來 各位聽懂我的意思嗎 覺察 是啊 好 各位 你有沒有發現 有時候你們對外人很大方 對自己 很小氣 各位 你在對外人很大方的時候 你會相信 豐盛 你對自己很小氣的時候 就會相信錢不好賺 各位聽懂我在說什麼 對 好 你謝謝你的朋友的時候都很大方 要放在自己身上捨不得 有沒有 來各位 有沒有不同的價值觀 有 好 各位我要說的是什麼 覺察 覺察 好 我的意思是說 你必須開始透過種種的外境 各位 因為所有的外境 都是我們覺察的線索 好 所以人類的自我 開始要起個今天動力的變化 就是這個自我 不是只是在外境當中打混 各位了解嗎 好 我上次打一個比喻 自我如果深陷在外境當中 他會孤軍奮鬥 他會像一個脫隊的士兵 得不到所有內在的支持 最後這個自我會累 會得憂鬱 焦慮 恐慌 然後開始內在有無限的恐懼 恐懼什麼 生病 恐懼 太太不要你 小孩不聽話 恐懼老了怎麼辦 沒錢怎麼辦 生病怎麼辦 死掉怎麼辦 各位 然後這個自我 就會開始出現很多很多的麻煩 最後導致你的身心 都出問題 各位明白了沒有 好 那這個自我怎麼辦 各位 回來 內心 去找到所有 創造外境的 內在的 創造性的自己 好你說像我 回到如果我跟我媽媽 我就要去問 是哪一個內在的我 創造出此生我跟我媽媽的關係 而我跟我媽媽的關係 在我的全國裡面 是什麼樣的關係 以至於這一世 她常跟我媽媽 那我跟我媽媽之間的功課 我的全我 投射出這個外境 要教導我什麼 比如說我的性格跟我媽媽 有沒有相似之處 那透過這個覺察 我如何回來 調整我的性格 我如何更能夠接納 包容我媽媽 是嗎 各位 是啊 好 我剛講說你們 所有一切的外境 包含人際關係 你們所有的外境 都是投射 好 賽斯講得很好 哪一些部分 你覺得很滿意 就表示你那部分 投射得很好 你相對的 那個心境很棒 有一些部分 你對自己不滿意 各位就回來找那部分的 對應的什麼 內心 在你的全我裡面 有著所有的創造力 從片段的 狹隘的 局限的自我 到打開 全心靈的 頻道跟能量 各位 好 就如我剛講 請問 你很缺乏自信心 覺得自己不夠好 那是哪一個自己 是我 因為你的自我 相信你不夠好 來 仔細聽喔 可是 再怎麼相信你不夠好 的那個自己 是哪一個自己 是我 你裡面可以有一個自己 相信自己很棒啊 各位 當你開始用全我 的角度來思考 你是什麼 你是未來佛耶 你有所有內在 不可思議的愛 智慧 慈悲 創造力跟神通耶 你有偉大不可思議的 創造力耶 你不要小看你自己耶 各位 你從來都沒有真的 去找到那個 英雄式的自己 自己跟價值完成了自己耶 因為你一直被你的頭腦 框架住了 明白了嗎 你一直被你的頭腦 框架住了 好 所以各位 從今天開始 你們要做很多 覺察的功夫 覺察的功夫 一步一步的覺察 好 就像我在吉隆坡上課 我也提到 好 各位 當你們 現在住在這裡 其實你們內在的全我 也都還在創造 你們內在的創造力 現在正在作用 而且無所不在 好 你的每一個信念 只要一起心動念 它就開始創造 只要一起心動念 它就開始創造 好 真的我也告訴過大家 你們的自我層面不知道 可是你們的全我 知不知道這一輩子 你會在什麼時候死掉 知道 你的全我知不知道 你會怎麼 這輩子怎麼死掉的 用什麼方式死掉的 會 你會知道 你會知道 各位 那自我遭遇了沒有 還沒 可是全我創造好了沒有 創造好了 那能不能改變 可以 這樣聽懂了嗎 好 所以各位 你們都要一步一步 進入自己的內心 好 把過去 你從來 沒有覺察到的那個內在 一個一個把它找出來 好 我想告訴各位 你覺察到跟你沒有覺察到的差別 當你覺察到的那個內在 你就會使用全體之道 由內而外 就是結果先確定 方法自然來 輕鬆不費力 信任感人家行動 但要有耐心 你如果覺察不到 你的自我意識就會又辛苦 又事半功倍 事半 功倍還好喔 你會一輩子努力 最後搞不好還得不到 各位聽到沒有 好 所以自我意識必須要知道一件事 所有真正的努力 是在哪裡 心靈 好 比如說我舉例來搶 我們這裡不是有小袋 跟上海讀書會的 賽斯讀書會的夥伴 對不對 那 假設上來許醫師有一個念頭 怎麼樣把賽斯基法帶到上海去 來各位 那我就要去問啦 我的主要努力 是在心靈 還是頭腦 那 我怎麼在心靈創造 因為各位你們很熟悉用頭腦創造喔 頭腦就是掌控嘛 聯絡嘛 計畫嘛 啊你們都成功嗎 能不能累了一輩子還不一定成功 而大多數你們是不成功 聽懂了嗎 你們過去創造實際上是用什麼創造 自我 有沒有 計畫啦 聯絡啦 評估啦 各位 自我的創造 經常是事半功倍 而且大多數不見得會成功 好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講 當你覺察之後 你的主要的創造層面 會來到哪裡 心理跟心靈 甚至你的主要創造 是透過自我向內 透過潛意識 透過內我 透過跟宇宙一切萬有的連結 各位了解有意思嗎 你整個創造完全進到心靈的深處 動用全宇宙的力量 各位你們有在說什麼 如果假設 我要把三次金馬推到上海去 我怎麼讓自己進到心裡的層面 甚至進入架構兒 進到內在的 心靈的信念 跟感知 各位明白嗎 然後 外面 的 事情的發生 就會慢慢的 事半 功倍 好 而不是事背功半啦 剛好講錯了 然後 水到渠成 然後 輕鬆 不費力 各位明白了嗎 好 所以你們開始很多 好 你們學了賽斯心法之後 你們的自我會越來越 沉靜 內心會越來越 強大 然後你內在會對自己越來越有自信心 你的自我意識會越來越放鬆 而不是活在焦慮恐懼害怕 可是你的心靈 卻 信心越來越強大 好 就像我們一般台語講的老行宅宅啦 可是各位大多數人都不是喔 大多數人是在焦慮恐懼 不信任擔心之下用自我才去行動 有沒有 各位你看 說實話 眾生是很辛苦的 真的 那個自我意識在外面的實相 很辛苦 然後你真的很累 說實話 很認真 很努力 也很善良 很付出 可是各位 有沒有發現 結果不如你一群 真的結果不如你一群 說你傻嘛也不好意思 說你笨嘛好像又是這樣 好 各位了解嗎 是啊 好像有一些亞斯伯格的人 永遠不知道自己怎麼得罪人 各位聽懂我在說什麼嗎 好 可是當你走過那個階段 你聽第一句話你就知道了 好 他是怎麼得罪人的 可是在其中的人知不知道 不知道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齁 好 所以你們在座每一個人真的要開始 告訴自己 我如何慢慢回到內心 好 接下來今天的主題 從覺察開始 從覺察開始 因為我剛剛跟各位講 所有的外境 沒有一個例外 好 甚至塞斯心法最厲害的是什麼 好 當你慢慢找到一個又一個的內心 你會把所有的創造力串在一起 好 就像在神奇之道裡面 還有一句話各位如果還記得 欲望即什麼 行動 什麼叫欲望即行動 你內心的起心動念 內心的起心動念 好 所以剛才許醫師講的是 通常 頭腦跟自我意識的起心動念 去向外求 可是他得不到內在的力量 他迷失了 他迷失了 又累又辛苦 又得不到他要的 那慢慢的 當這個自我 開始理解內外的連結了 理解了 到底外境是怎麼 來自內境的 他就不會覺得 現在物質實相裡面 各位明白嗎 現在這個世界裡面 包括將年輕人面對外界 你看 人家家世背景的 好的比你好 學歷優秀的比你優秀 聰明才智比你高的 學歷比你高的 所在多有 年輕人面對外在 他怎麼覺得自己會成功 各位明白嗎 當這個自我沒有回到 心靈的力量 他沒有得到心靈的支持 他找不到力量 他找不到力量 好 所以各位你們要開始 花時間 好 見到內心 好 還記得今天許醫師教的嗎 好 比如說某個外境 等一下先問自己 他來自我哪一個心境 比如說 他會來自我的恐懼 他是不是來自我的 匱乏 他是不是來自我的擔心 還是我的無奈 跟自我無價值感 有沒有 好 那你怎麼見到你的內在 見到你的內在 好 所以我們舉 蘇愛當例子 蘇愛不是一直覺得 他裡面有很怪的自己嗎 我開玩笑講的句話 他老是覺得那個很怪的自己 不會被接納 而且你能多怪 你把頭摘下來給大家看看 可以了解嗎 是他覺得自己不會被接納 而不是他真的不會被接納 各位 是我們一直以為 我們自己的不夠好 不會被接納 於是我們創造出不接納 於是我們創造出痛苦 有沒有 於是我們創造出所有的悲傷 各位 那都是我們創造的一部分 是啊 所以離開自我層面 回到內心 各位 所有的創造 本質上都是什麼 喜悅的 當你開始覺察 所有的創造都是喜悅的 你就慢慢 越來越接近 內我的本質 各位 好 我在講結論 結論就是 目前全世界人類的自我 要慢慢 喜悅的 回到他的內心 感覺到他被 所有的內在的創造力 所支持 感覺到這個自我 被內在所有的 其實一直在講的 愛 智慧 慈悲 創造力跟神通 所支持 所以這個自我 會越來越多 展現 所有的愛 寬容 接納 將心比心 所有的豐盛 所有的智慧 包括你要創造 所有你要的實相 因為你相信 因為你相信 因為你的信念 夠強大 因為你跟內在的自己 連結了 還有所有你的神通 你慢慢對自己 產生信心 你慢慢對自己 產生信心 於是 你開始把所有 你在內心世界 得到的這些能量 展現在位在世界 好 我在大陸我講的更徹底 好 最後你全部 把物質經驗打包 離開物質實相 可是 所有你在物質實相的努力 成功跟學習 最後留在你電磁性的身體裡面 然後 你 最後離開肉體 不再回來 但是 所有你這輩子的智慧 經驗 全部打包走 各位了解嗎 你不再回到這個層面了 你脫離輪迴了 你完成這個功課了 而在座的每一個人 你早晚都會達到 好不好 好 好 那我們今天的講座到這裡結束 那同樣的 要各位回去繼續的學習 繼續的成長 好 那慢慢從個別的自己 好 放下自我 拿回自己 再從每個個別的自己 邁向全我 那藉由觀察外境跟心境的關係 藉由覺察 找到力量 好不好 好 那我們今天講座到這裡結束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